我來過這裡 在我模糊的記憶中 國中時期的時候我去過一個地方 那裡好像有神秘的隧道 有無比壯麗的高山 有高低落差很大的瀑布 有大顆道我會害怕的石頭 還有那清澈無比的溪水 我完全不知道那裡的地名 只知道峽谷裡的溪水很清澈 當下玩得很開心 直到多年以後 開始騎摩托車四處探險了 也越來越長把地圖翻出來 尋找哪個地方可以騎摩托車去 哪個地方的風景比較漂亮 直到一隻偶然的機會 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十幾年前 我去的那個有山洞 峽谷 懸崖 清澈溪水的地方 有這麼一個充滿詩意 同時美麗的名字 同時美麗的名字 沐谷 沐谷 沐泳 蘇漾 朱特 Always Young 短梯 先陣販售中 一顆永遠熱愛的心 就像我們熱愛台灣 熱愛騎乘摩托車一樣 如果想要支持朱特的話呢 我會把衣服的連結放在資訊欄喔 前一天我們從台中出發 經過下著雨又起了濃霧的中橫 來到了花蓮 在背包客棧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隔天一早的6點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時間剛過9月 秋天的太陽少了夏天裡的熱情 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良意與田徑溫馨 這陣子雨下的真的很多 多到甚至出發前一晚 我們都還在討論說 如果下雨的話 那這次就先取消沒關係 等改天天氣好了之後 再上山 不過出發這天早上 曾如你所看到的 就連老天爺都希望我們去山裡走走 所以那天一早的心情 除了興奮 還有期待 呃...92 然後加滿 好 加滿油從佳武站出發之後 沿著台酒丙縣 我們從花蓮市區經過吉安鄉 首先迎接我們的 是這條綠色隧道 這條綠色隧道在Google地圖上沒有地標 比較標準的名稱應該是要把它稱為 張樹大道 台酒丙縣在過吉安鄉後 從地圖上你會發現 它往木瓜溪的上游 拐了大大的一圈 而這條公路的精華 我覺得則是從乾城車站到華蓮監獄 這兩公里 種滿了張樹的路段 騎進這個綠色隧道 你會被上百棵張木夾到歡迎 啟動了幾棵樹林 已經快30年了 加上這段路剛好是一條大直線 所以啦 整路騎得可以說是舒適 愜意 而台酒丙縣會在這裡往木瓜溪上 拐出一個大灣 原因不是別的 正是因為它連接了 我們今天準備前往的目的地 花蓮秀林的同門村 同門村 同門村位於木瓜溪的中上游 台酒丙縣 之所以往木瓜溪的上游拐了一圈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連接這個村落 而這裡的舊稱 同門 在太魯閣語中 意思是山路的平坦之地 險峻人山勢 從中央山脈西側的霧社 如山一帶 一路綿延到這裡 才會變得稍微比較緩和一點 後來在這邊又接著發現了銅礦 所以才改名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同門 而同門 是太魯閣族人的傳統居住 農耕狩獵之地 其中最有名的 就屬同門山刀了 山刀 山刀對太魯閣族的族人來說 算得上是生活必需品的啦 在同門 就連在橋上 你都可以看到山刀的圖案 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當下 其實我原本要直接在這邊買一把山刀 來取代我露營時 用的那把破傷風柴刀的 可惜的是前往的那天 山刀店沒有開 下次前往花蓮的時候 一定要再去一次 而今天在我們來到同門之後 第一件事 非常感謝同門村的太魯閣族人 因為親友有關係 可以帶我們進去木骨木魚拍攝 途中還遇到了很多熱情的族人和我們打招呼 讓我們感受到太魯閣族 滿滿的熱情文化 目前雖然木骨木魚的開放時間 還在演繹中 但是相信在不久之後 我們就能一虧它的美了 從入口啟程 我們也正式踏入 這在我國中時期之後 只存在我腦海模糊記憶裡的地區了 時間回到18世紀 在這個時期 原本居住在物社 庫山一帶的原住民族 因為人口增加 導致耕地獵場不足 所以逐漸遷移到東半部 其中 第一個來到同門這個地區的家族 就是隸屬榮樹部落的 木骨木魚家族 所以大家所熟悉的木骨木魚這四個字 指的其實是家族名稱 而非地名啦 而我覺得木這個字 因為這裡得天獨厚的環境 在這邊不管是用作敬仰 喜愛 又或是思念 依戀 好像都說得過去 這也是我覺得 木骨木魚這四個字 很有詩意的原因之一 而現在 居住在這裡的居民 則是更偏好把這裡稱為 雅永蘇漾 意思是清澈的水 指清水溪 是一條永遠清澈的河流 現在我們行駛的這條道路 台14線 霧射的同門線 又稱 能高月嶺古道東段 是中橫公路原本預定的其中一個路線之一 原本會從南投的霧射 經過庫山 屯圓之後 一路抵達同門 不過後來 因為保育意識的抬頭 反對新建東西橫貫道路的呼聲越來越高 加上從庫山開始一路到同門 這東段 所經過的路段 地質脆弱 面臨的山勢險峻 海拔分別超過3200公尺的奇萊山脈 能高山 以及工程經費等等等等的問題 所以最後解編了 這也使得這條曾經的台14線 就這樣逐漸消失在大眾的視野之中 雖然解編了 但是在這部影片中 我還是會以台14線 物色同門線來稱呼它 至於目前這條路 可以通車到哪裡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啦 所以這一趟 我們的目標 就是依照自身的能力 保守的預估路況 騎到路斷掉 或者是真的沒辦法通過了 再回頭找個地方煮午餐 在出發之後 我們騎乘了大概5分鐘 來到了這第一個名隧道 同門1號明隧道 嚴秀林鄉的目骨目魚 之前呢 因為連日的豪雨有 有山坡發生了攤坊 這就是當時目骨目魚第一隧道口 攤坊道路封路的照片 目前仍持續有落實非常危險 談起崩塌當時 居民雨季猶醇 隧道它也攤 上面也攤 對 就整個山邊滑路 這個名隧道也是之前豪大雨來襲時 鞭駁崩塌 導致木骨目魚園區封閉 後來花費了1.6億 重新修建名隧道 對比之前豪大雨崩塌後的樣子 每每看到這樣的畫面 我真的都會很佩服 逐鹿 仰鹿的工程師傅 真是有他們 在我們看不到的時候 花費了無數日夜 才把名隧道重新修建成為現在我們所看到 那嶄新的樣貌 真的非常的強大 在接下來的路段中 相信我 你一定也會越來越欽佩他們的主路工藝的 隧道內目前設有紅綠燈 如果之後開放有要前往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遵守交通號制 因為在過了這個重新修建的名隧道之後 是只能單向同行的 出了隧道之後 這早晨的陽光 也讓我覺得 昨天淋了一整天的雨期在中橫上面 一路從台中拼到花蓮 真的非常的值得 尤其是每次來回幾百公里到台灣東部 就只是為了去騎某幾段不到三四十公里的領道 或者是產業道路 沒有看到足夠的風景 都會覺得很可惜啦 所以啦 一早穿梭在這個小樹林 也把昨天淋雨期了一整天中橫所受的委屈 全部都吞到肚子裡面了 往下騎了大概五分鐘 這時候出現了一座顏色 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橋樑 陽青橋 好 各位朋友早安 好久不見 又回到了我們這個台灣的旅遊了 今天呢 我們來到的地點是花蓮的同門 這裡叫木谷木魚 那其實因為它之前呢 其實蠻長一段時間 它這邊都是崩塌的 我們剛才經過的時候有一個明隧道 然後那個明隧道它是崩塌的 所以就導致說這邊後來就是基本上都是不開放的 進來雖然呢我們才騎不到 我們才騎不到十分鐘吧 可是呢我已經深深感受到 木谷木魚的美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這裡叫做陽青橋 從這邊過去呢 就開始是管制的路段了 那通常走的人呢 都是有這個 像剛才經過的這台車呢 它就是台電的 這一條路原本就是開通 來給台電的走的 因為上面好像有一個發電廠 有兩三個發電廠 龍劍發電廠啊 什麼發電廠的 所以今天呢我們的目標 是哪裡 我們目標就是看能不能把它騎完 因為昨天有下雨 所以聽說今天的路面會比較濕滑一點 騎進去之後呢 在上面也催 希望 希望不要摔了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要出發了 GO 在接著往下走之前 魯特真的非常建議你 可以在陽青橋停下來 尤其是早上來到這邊的朋友 大約早上八點 太陽只照射到山頭 很適合停下來拍照 在這邊稍微休息了一下之後 我們也準備繼續出發了 這是很著名的石頭耶 貫通龍劍喔 你要回來再拍嗎 好 這是很多人都會在這邊拍照的地方 看到這顆巨大的石頭 上面貫通龍劍的精神標語 應該可以知道這條能高月嶺古道 當初工程的艱鉅 隨著路程前進 在經過了貫通龍劍石碑之後 往前騎了大概5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亞永蘇漾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其中一個地點 萬代霞 銅門峽谷 說萬代霞 你可能會覺得 這從來沒聽過的地名到底是哪裡 不過如果是換成大家所熟知的地名 小天祥隧道 相信大家應該就不太陌生了啦 現在在我們右手邊的這一整片峽谷 又叫銅門峽谷 指的是從龍劍到銅門的這段峽谷 從空拍機的畫面上 看這一段長度大概300多公尺的路段 你可以看到整段名隧道 與岩壁來回交錯 就像是一條巨蛇攀附在三腰之間 右手邊就是被木瓜溪日夜流淌的溪水 切割出高地落差將近100公尺 深邃的天然峽谷 路幅狹窄又在隧道裡會車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這裡是台電保線路 所以沿途可能會遇到一些卡車 工程車行駛 前往的時候還是需要注意路況 而在這些銘隧道裡 某些路段基本上都是長年積水的狀態啦 甚至銘隧道的頂部 以及銘隧道對面的山坡 在大雨過後還可以欣賞到壯觀的山泉水瀑布 從山頂上往木瓜溪流泄而去 高度落差以小弟不負責任的眼力 加上空拍機飛行的高度觀察 應該有超過200公尺 如果之後開放有前往的朋友們 可以在騎乘的時候 時不時的往右手邊看去 運氣好的話說不定就可以像我們一樣 看到這麼壯觀的瀑布 而雖然陸服狹窄 騎在這裡需要面對一點來自懸崖的壓迫 以及岩壁帶來的裸露感 不過因為銘隧道外的風景 實在是太美了 所以其實這種感覺 我覺得只會出現在前1-5分鐘啦 相信我 越騎 你只會越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然後海中 完全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離開了這個小天祥隧道 我們繼續啟程 在這邊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那就是 來到這裡的時間 真的會變得很快 當自己沐浴在自然美景中的時候 常常就會忘了時間 我們從銅門村出發的時間大概是早上7點 而從小天祥睡到出發的時候 時間卻已經來到了接近早上8點半 這從銅門村進來到現在 也只大概經過10公里的路程 這10公里 我們走走停停 拍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這時候就會覺得那句話說的非常的正確 生命 就是要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而今天對我們來說 美好的事物 摩托車 瀑布 明隧道 峽谷 懸崖 到目前為止的每一刻 真的都非常的美好 經過小天祥隧道之後 從右手邊的樹林中 隱約可以看到一座 同樣也是紅色的橋深 連接峽谷的橋樑 一日間 這邊的地質可能偏向比較脆弱一點 所以剛剛沿途過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明隧道 那這個明隧道呢 我覺得啦 這應該是台灣的公路 明隧道密度最高的其中一個路段 路程從那邊進來可能兩三公里而已 可是呢那個明隧道的數量 大概佔了應該四成應該有 就是一整路上全部都是明隧道 那從明隧道裡面你邊在洗的時候啊 你可以看到流動速度非常快的木刮溪 那因為前陣子有下雨 所以它這個水流呢 真的是非常湍急的 這個龍劍橋啊 其實你從龍劍橋上面往下看 景色呢也非常的壯觀 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木刮溪 然後這一條我不知道是什麼溪 可是呢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木刮溪這個水流呢是非常混濁的 因為雨下得太大了 所以把山上的沙石呢 全部都沖刷了下來 跟這一條比較清澈的河流交匯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它有什麼 這裡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分界 那個分界真的是超明顯的 然後有點像是那個感覺要怎麼講 就很像是 你在喝草莓牛奶 草莓跟牛奶還沒有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感覺 很療癒啊 曾經有人用花蓮最後的桃花園 來形容龍劍這個地方 這裡有著目前亞洲最高落差 高達855公尺的龍劍水力發電廠 同時也是台灣東部 發電量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所以這裡的道路 自然而然 就是為了作業需求而開通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土地公廟 這條路是台電的工作必經之路 那那個土地公廟呢 就是讓他們在進去要搶修 或者是維修保養的工程的時候呢 可以讓他們先在那邊拜拜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也有去稍微拜了一下 水蓮池 供奉了兩座土地公 讓往來的工程人員 遊客 可以祈求平安 在這裡我們還遇到了幾位 在這邊工作的泰魯閣族大哥 小心喔 好 謝謝 因為最近都下雨 然後下雨就要下來喔 明天颱風來喔 好 人真的非常的浩克 同時也非常的活潑 還跟我們講了很多 這裡在日治時期 曾經發生的故事 從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的這期間 台灣發生了歷史上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其中泰魯閣戰爭 這個被譽為20世紀島上原住民最大規模的一場戰役 在日軍進攻的路線中 其中就包括了我們今天走的這條能高越嶺古道 這場戰爭使得不同文化間的衝突加劇 對泰魯閣族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當天我印象很深刻 大哥跟我們說 那我們剛才跟這邊的這個 龍劍發電廠的這個 守衛大哥 守衛大哥非常的親民 非常的熱情 他跟我們說呢 這邊基本上啊 一千啊 是日本人 對待原住民 有發生過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他們就是在 這個發電廠附近 把原住民的頭 有點像是處形式的 形形的那種方式 處理完了之後呢 那他們會直接把原住民 就是直接往懸崖下面推 就是這一片懸崖 在這一場抗日戰爭中 泰魯閣族的族人 以三千人 面對日軍兩萬多人 我覺得這是泰魯閣族的族人 在捍衛民族尊嚴 守護土地 以及生命價值的壯烈表現啦 作為全台灣最後一個歸順的原住民族 他們深深的展現出了對生命的韌性 也讓後代子孫 可以記得他們那 凜然正氣的異形 是他們永遠的驕傲 龍劍橋這裡有一個龍劍冰棒可以吃冰 那因為現在沒有人潮嘛 所以這個冰棒呢 我們今天是吃不到 有點可惜 準備往我們的爛路出發 掰掰 而在這邊 原本想說要吃個龍劍冰棒 可惜的是沒有開 所以啦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繼續出發了 這條台14線 霧射同門線 我覺得可以以龍劍作為它的分水嶺 在過了龍劍之後 從磐石柱在所開始 路況就會逐漸的越來越差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在處罰後沒多久 幾乎每個彎 都是髮夾彎 幅度很大 但目前路況還不至於到太差啦 除了地面上偶爾出現了青苔以外 還是有鋪設柏油的路面啦 而這一開始的路面 我很明顯的就能感覺到 海拔爬升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兩到三個髮夾彎的路程 耳鳴就出現了 需要很用力的閉嘴巴吞口水 才會比較舒服一點 相比從同門上來的路段 這前段 我覺得相對來說 路況還是比較好的 到目前為止都有柏油路 在騎了大概15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這個 由日治時期建築改建的 磐石寶線索 目前磐石駐在所 僅供台電員工使用 比較特別的是這整棟建築物 就是直接用木頭搭建起來的 雖然目前看得出來 它已經有了歲月的痕跡 不過在山上 可以有一座這樣的建築 如果面臨突如其來的大雨 或者是有一些突發狀況的時候 我相信它還是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的啦 因為我們今天的計畫 是騎到沒有路之後 再接著煮午餐吃 所以這個磐石駐在所 就成為了我們的備用地點 如果真的騎到太晚了 就會騎回磐石駐在所 在這邊煮午餐 而這路況 在過了磐石寶線索之後 我們才等於要開始享受騎乘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公路的盡頭 才是越野的開始 這句話我想 拿來形容過了磐石寶線索之後的路況 實在是適合不過了 路面除了更加的濕滑 還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島墓 甚至還有幾處看起來還是 新鮮的崩壁 這一路上 我覺得如果是新手騎士來騎乘的話 應該會覺得自己很忙啦 一下子髮夾彎 一下子耳鳴 耳鳴完了之後 路面也開始變得越來越破碎 同時躺在路上的障礙物 也會變得越來越多 I gues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 接著還沒完 如果你有帶環境友善的沐浴乳或是洗髮精的話 在這條物色同門線上 你還可以盡情的沐浴更衣 洗澡囉 在從潘石駐在所出發了大約6K之後 右手邊的眼壁上 會開始陸續出現好幾個 傾瀉而下的山泉水微瀑布 當下我騎過去的時候 身上就被滴到了幾滴 真的是有夠冰的啦 下次如果再上去 我想我應該是會多帶幾件衣服 直接騎到水流的下方 去桑一下 畢竟這山泉水沖起來 跟我家浴室蓮蓬頭沖起來 感覺就是特別的不一樣 除了微瀑布以外 在經過6K之後 你還會遇到 我覺得應該算是全台灣隧道密度最高 同時也是最幽暗的一段路了 拒絕著 其實在剛過龍劍的時候 我馬上就發現 在這條能高月嶺鼓到東段 某幾個路段的右手邊 也會有很多隧道 不過因為今天主要的任務 還是想要探索天長隧道後的路線 所以這支線任務 只好等我下次有機會來的時候 再看看能不能進去了 原諒我當下沒有去數我們到底經過了幾個隧道 不過當下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有很多隧道 而是在隧道裡面的路況 真的是極差 因為不要看我們前往的這一天 哇!超級無敵大藍天 超爽的 但是其實在這一天之前的花蓮 這個雨已經不知道下了幾天了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前面微瀑布的原因 而既然山壁上都出現了水流量龐大的瀑布了 想當然在隧道內 遇到半個輪胎高的積水 好像也就見怪不怪了 雖然不是每個隧道都這麼誇張啊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說 在這一天我們經過了隧道裡面 完全沒有一個隧道 路面是乾的 加上隧道內部完全沒有燈 到了這邊 我只想說八個字 刺激刺激 舒服舒服 一路在兩邊都是自然又原始的道路 騎乘了大概30分鐘 我其實不知道我們究竟爬升了多高的距離 但是從左右兩邊的風景上來看 我目前應該是已經來到了接近山頂的位置了 而在這邊 魯特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有幾段路是比較原始的路面 加上邊坡的崩壁落石堆 不是每一處都有清除的 所以如果有前往的話 千萬不要覺得 這裡是一條簡單的林道 就不穿車靴 護具 畢竟林道中導車 是正常到不能再來正常的事情了 而且在我所認識的很多車友中 都不是在騎那種很危險的路面受傷的 反而都是在簡單的林道中 因為沒穿護具 因此受傷了 你怎麼樣 你還好嗎? OK啦 OK啦 我來幫你 欸咻 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 你確定沒有怎樣啊? 好 好 摔下去是有點像是原地倒那樣啦 應該是還好 你就把你肌肉 再遠一點 OK 而今天每個人的護具都穿好穿滿 所以其實倒下去了 也還好啦 只是我比較好奇 當下我怎麼沒有趕快拿我的手機 去給他拍照下來 確認狀況已經OK之後 我們也準備繼續往下走 在經過了前面這一長串幽暗的隧道之後 我們在從磐石駐在所出發之後的大概不知道多久 來到了這個 我把它稱呼為 隧道之王的 天長隧道 天長隧道的位置 位於磐石保線索 還有齊萊保線索之間 而這個隧道有名 則是因為經過了大名鼎鼎 險峻的天長斷崖 從外觀上看起來 你應該會覺得 這好像跟前幾個隧道沒有什麼差別 從隧道外面往裡面看 一樣伸手不見五指 在騎進去之前 我還特地把霧燈什麼的 全部給他打開 而隧道內的長度 長達1270公尺 是目前全台灣唯一 同時也是最長的 大里岩隧道 因為隧道內 路面濕滑 同時非常的陰暗 所以這裡1200公尺的概念呢 意思就是 哪怕你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裡面 騎到了時速40 也要在這種環境下 騎個將近兩分鐘 才可以騎出隧道 真的是騎到天長地久啊 而對我來說 騎個時速30 我覺得 已經是我極限了啦 剛進隧道前10秒 我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隧道內部呈現的S型 所以基本上 你看不到出口那微弱的光芒 就好像騎進了一條 永無止盡的隧道 不過這種緊張感 僅限於前10秒 過了10秒之後 我覺得這個隧道其實騎起來 真的很舒服 相比我們剛剛騎的那些積水隧道 這個隧道真的是讓我騎得很有安全感的一個 只是要注意的是 這齣隧道口的時候 可能會有落石 速度 盡量還是要放的慢一點 而騎完了第一段的隧道 來到隧道洞口後 在這邊回望隧道 我則是又再度佩服起了逐鹿的工程師傅 先來看看之前因為落石而崩塌的天長隧道 可以看到洞口已經整個往右偏移了 甚至 我們現在停車的這個位置 還是沒有任何陸基的 能把原本破碎成那樣的隧道 重建成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 真的是再度欽佩他們到不行 天長隧道 反而成為了這一趟 我覺得騎起來最舒服 也是最安全的一個隧道 欸反而是最安全的一個欸 那你現在是有寫 天長隧道你知道嗎 噢 那邊沒有 那邊走 對 好啊繼續走嗎 要嗎 好啊 走的話不能再走為止喔 好啊 最後在過了天長隧道之後 我們又再騎了將近五分鐘 接著 直接傻眼 哇靠 哇那只能到這邊了 這應該是這幾天才繃的喔 這邊原本是有可以走的 對 加你 不然原本可以直接到那個 騎來山莊 當下我飛了一下空拍機 稍微計算了一下我們與騎來山莊的距離 發現我們大概也就只剩下不到五公里 就可以到騎來山莊了 真的是蠻可惜的啦 因為這片崩壁 規模真的很大 從山頂一路往下直達溪谷 所以啦 這一次的探索 我們也就到這邊止步了 下次希望 可以讓我們騎到騎來山莊啦 對啊這不行啦 我們沒有還要走 我以為你們還要走 這邊稍微飛了一下空拍機 我們也準備回程 按照我們原定的計劃 前往磐石柱在所 煮午餐 回程的路 我覺得是我在騎乘的過程中 真的很放鬆的一段路 1 是因為我們已經算是知道這邊大致上的路況了 2 是因為某些路段的展望 真的非常好 邊騎可以邊看到遠方的山頂 甚至連山頂附近的瀑布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回程的當下 也順便把空拍機的電池 全不給它飛到煤電 才依依不捨的 回到 盤石柱在所 這裡呢 就叫盤石柱在所 很特別的是什麼 它這裡呢 是木造的建築 那據說呢 是以前日治時代的時候 遺留下來的 這個已經 腐蝕神鏽了有沒有 這都是木製的 建築物 那 應該是沒有開放人家可以進去看 所以我們就只有在外面然後稍微就 煮個牛肉麵 然後 吃一點小點心 這裡啊 它有兩個 兩個監視器 我現在拍它 不知道下面的人看不看得到我 為什麼會提到這兩個監視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兩根電線桿 這應該是很久以前的電線桿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看得到 這木頭的啦 跟我們去南非的時候看到電線桿是一樣的 這是木頭的 那它上面應該有做防腐的處理 在這裡我們用三泉水煮了咖啡 煮了牛肉麵 吃了一點小餅乾 旅程到了這邊 我覺得如果打算前往牙泳蘇漾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帶椅子 然後把鍋具 廚具 碗 也打包著 騎完車 在山林中煮個咖啡還有午餐 真的非常的享受啊 這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番茄牛肉麵 等這一餐等很久了 等一整個早上了 安靜的耍廢發呆 喝咖啡 那從我們來到現在呢 應該也經過了快一個小時應該有了 這個山蘭呢 感覺要下不下的 它還是沒有下 所以非常的棒 然後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吃完東西 把垃圾收一收 下山回程 我們在經過了陽青橋之後 轉上了清水席之線 這裡也是牙泳蘇漾的生態狼道之一 最後在騎到了這個月亮峽谷之後 稍微停下來休息一下 繞上來的這個叫做清水發電廠 以以前這樣來看呢 基本上這些 我們目前看到的這些水潭呢 都是清澈見底 非常透明的 只是最近山區因為真的下太多雨了 所以呢 你看水流非常的穿急 天啊 這個 這麼大顆的石頭被淹到質量 這樣一點點而已 我們留點遺憾 我一定要再來一次 因為這裡呢 據說 從這邊呢 一路再騎上去 我們的右手邊 沿途 全部都這種大塊的石頭 再加上這樣的河水 這一種view真的非常的讚 準備繼續出發 貓咪咪咖啡廳 GO 後來因為雨下了起來 所以大夥一致決定 前往同門村裡的貓咪咖啡廳 鹿貓 再喝一杯咖啡 繼續耍廢 如果有前往同門村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只有去目骨目魚 其實在同門村內 也有很多值得一訪的地方 像是我覺得今天這樣下山之後 來到鹿貓咖啡廳 心情轉換了之後 真的非常的療癒 同時也讓自己 真的有那種在旅遊的感覺啦 騎摩托車以來 我覺得台灣這片土地 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吸引我的 在這幾年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跨上摩托車 騎到台灣各地走走 從把車運到離島去騎的澎湖 蘭嶼 小琉球 到道路中斷了超過10年的南橫公路 騎到最後甚至會為了去東部的某一個景點 就不知不覺 順路環島了 連身邊很多朋友遇到我都還會問我說 騎成這樣你台灣應該是沒有哪裡是沒去過了吧 每次聽到這個問題我都會覺得 真的 好像能騎的都騎得差不多了 但是其實再仔細想想 欸 還真的有很多地方我根本都還沒有去過 就算有些地方去過了 也好像沒有真的很深入去認識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我真的非常的感激 在部落族人的同意下 可以騎著摩托車 一探雅永蘇漾他神秘的面紗 前往這一個已經封山了超過7年的木骨木魚 相信在不久的未來 我們一定都可以再重新見到 雅永蘇漾那迷人的景觀 而至於這一天在去完了雅永蘇漾之後 隔一天我們再騎了車 爬爬走的故事 就留給下一集吧 我騎車 去過那裡 那裡有著幽暗的隧道 隧道旁有深邃美麗的天然峽谷 出隧道後 則是無比壯麗的高山 有高地落差很大的瀑布 有大顆道我會害怕的石頭 以及清澈無比的溪水 說來不及其他海盾 是否就在不太多 你也不及其他海盾 有大顆道 就是在九個月 也不及其他海盾 你也不及其他海盾 所以是無法海盾 而這次海盾 從海盾 來不及其他的海盾 也不及其他海盾 海盾 是否有很多海盾 海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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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我把這個地方叫做天堂 而這個天堂有一個充滿詩意 同時美麗的名字 木骨木魚 牙湧蘇漾 木骨魚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我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